上次說完世界奇觀 想不到反應熱烈 不過這麼久遠 很多都是傳說故事 想像多於真實 今集就不同了 有圖有真相 這七個中世紀世界奇觀 到現在都還幾乎完好無缺 分分鐘比我們還長命 趁未死 快點去看吧 大家好 歡迎來到格密的YouTube Channel 我是阿牧 在日常生活裡面 每一件物件都有他的故事 我每一期都會以不同的物件做主角 簡單地說一下他的歷史和冷知識 如果你想緊貼影片的更新 歡迎訂閱我們 今集這七個新世界奇觀 是經過奇觀協會發起的全球海選之後 再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七人專家評審 最後在2007年選出的七個最終結果 而我們就根據自己的感覺 用癲來做排位 帶大家看看這些中世紀的建築巔峰 小癲 巴西里約熱內農的耶穌像 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宗教雕像 巴西這個耶穌像 之所以小癲是因為規模大 這個抹大對手的耶穌像 在1931年落成高38米 1145噸重 雖然只是高過香港的天壇大佛4米 但足足重4倍又多 而他左右手的指尖間距 就有23米 即是兩個羽毛球場那麼長 他本身的設計其實是這樣的 為什麼無情情拿走他的工具呢? 那就要回到20世紀初期了 那時候不同的國家都很輕起雕像 或者紀念碑來渴一渴重要日子 而1922年 適逢巴西建國100周年紀念 政府都要回頭了 於是就決定起作雕像 而當時負責的工程師就叫做 Pay tour de Silva Costa 而他第一個設計就是這樣的 耶穌左手拿著十字架 右手捧著球 意思就是想表達 耶穌一邊背負著世人的罪 一邊掌管著世界 但是他千算萬算 又計漏了巴西是一個足球王國 對了 為什麼呢? 加恩19世紀末 奴隸制剛剛廢除 350萬被解放的黑人回到故鄉 但是他們未習慣有一個國民身份 巴西政府就用足球提升凝聚力 和民族性 很快足球就成為巴西的國民運動了 說回這裡 這個設計 耶穌拿著球體 當時政府就很擔心 耶穌會變成了足球之神 令整件事很滑溪 所以最後就禁止了這個設計 而我們現在眼見的 就是最終版本 將耶穌和十字架的概念合而為一 那就皆大歡喜了 終天 羅馬鬥手場 問大家一個IQ題 斯巴大人鬥大隻 羅馬人鬥什麼? 羅馬鬥手場 哈哈哈哈 看看他們多吵 這個出名的鬥手場 是西元前70年開始 由羅馬皇帝 Titus Flavius Vespasianus 在在位期間建好的 是羅馬最大的鬥手場 就這樣在外面看 是一個圓形 但如果你在空中看下去 其實它是橢圓形 還很大 佔地面積有2萬平方米 即是兩個香港大球場 可以容納到5萬至8萬個觀眾 觀眾席分為5個區域 最前排就是VIP位 專門是給元老高官或祭司坐的 順著數上去 分別就是給貴族 有錢人 普通百姓 最後一排是棋位 就是留給底層婦女用 他總共有80個出入口 有觀眾按照不同的區域 分流入座 不要見他沒有遮掩 他可以拉個天幕下來 遮風擋雨 是不是走得很淺 不相信他 我就是天幕 眾所周知 這裡是國鬥士互相殘殺的地方 但是為什麼羅馬人這麼喜歡 聽人打架 其實格鬥經濟 是古羅馬人傳統喪禮意識 在公元前三世紀 他們的喪禮不流打齋 而是齋打 他們認為格鬥經濟 是對死者一個尊敬的送別儀式 後來羅馬越來越強大 這些競賽也越來越有規模 格鬥場就越來越多 最大規模的 就是我們說的這個 古羅秀 大家看得多氣 不要以為格鬥一定很嚴肅 純粹是聽人家怎麼死 其實它是一個國家級的娛樂活動 我們翻查National Geo Graphic的專家講解 發現這個場有獎抽 有女球 主辦方是會向觀眾席拋球 那顆球上面寫著不同的禮物 超級大獎 有車有樓有現金 而最多的小獎 就是會送糧食 夠吸引了 但它出手這麼闊爽 是要告訴人 羅馬帝國是多麼強大 不如養完大家都可以 而在這個場裡的賽事 不是就這樣有你打餐死的 也有些合理的規矩 例如暫停機制 對了 打打下萬一你口渴 抽筋 急事 都可以叫暫停 場邊還會有不同的補給 幫你按摩 拉筋 提供水給你喝 一應俱全 當然啦 等他們有那麼久打不久 那些歸坊看得過癮 那就多看幾場 賺多些入場費 為了留住觀眾 他們還有一個特別活動 就是船P 是不是猜不到呢 羅馬人運用他們完善的地下水道 引水流入競技場 配合水疾系統的設計 將牆注入100萬加侖的水 浸到1.5米高 變成一個水上競技場 專門是被人打船戰的 哇 真是蠻瘋的 現在有哪個牆可以水錄兩用呢 大癲 中國萬里長城 那些人說 萬里長城長有長 這個世界奇觀 不單只有大癲的長度 興建的時間也很長 足足用了2000年 才有今天的面貌 在春秋戰國時期 軍時七國那麼亂 大家都興建城牆保護自己的領土 後來秦國統一六國 秦王認證就勞斯洞中 將城牆連在一起 為什麼他要這樣做呢 因為他想自己的霸業永垂不鬧 根據《史記》《秦始皇本記》第六記載 有一個叫做盧生的術士 跟秦王說 胡邦外族將會滅你的國家 秦王立刻嚇到扑街 立刻命令全國 修建一座可以圍著邊界的城牆 阻止胡人入侵 他首先動用囚犯幫他起場 但都嫌慢 所以就索性努逆成千上萬的平民百姓 日以繼夜地幫他工作 那百多萬人要不就餓死 要不就過勞死 而這個這麼大的工程 足之將之前六國的城牆全部連接 西喜、林遙、東至遼東 就是現在萬里長城的圓形 這傢伙真是大瘋 不過最後還要改朝換袋 由漢朝去到明朝 他們先後經歷了很多次的大規模翻牆 即是翻身的牆 他們直到今天都還在翻身 今天的長城最東邊 是遼寧省的釜山長城 一直到最西邊 甘肅省的嘉玉關 總長度有8851.8公里 即是要走2458.8次尼敦道這麼長 嘩這麼壯觀 究竟是太空見不見到的呢 是見不見的 別人說而已 不關事 巨顛 墨西哥 奇琴依賊 這個奇觀之所以巨顛 是因為它是瑪雅民族的建築 這個文明雖然已經完全滅絕 但是這個建築就舉世文明 奇琴依賊是一個佔地6平方公里的古瑪雅城市 位於墨西哥尤卡坦州南部 不過它不是給人住的 是給神住的 裡面有很多神廟和金字塔 都是用來祭祀他們的神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這個魚蛇神 他們叫他 Kukul Khan 麻煩你肥佬 對了 讀音就是Kukul Khan 這座魚蛇神金字塔 暗藏玄機 因為它是按照瑪雅力發而建造的 9層高的塔分成兩邊 總共18層 代表瑪雅太陽力發的18個月 金字塔的四邊各有91級樓梯 加起來就是364級 再加上頂層平台的一級 就是365級 剛剛好就是一年的日子 相當有意思 最神奇的是 這群馬雅人還要做一個物理回音的設計 只要站在金字塔面前拍手 每一下的回音就會有一下著叫 我們來看看真人示範 至於為什麼會有這個設計呢 真是Kukul Khan才知道 畢竟在祭祀神明的地方 這裡當然有很多憲制的建築 這個奇琴依薩大球場 不是用來斬球的 是用來斬頭的 這群馬雅人會定期在這裡舉行 憲制盃7對7 玩法就類似足球 即是要把球射入對面的籠 贏那隊就是架勢 他們的獎品就是將自己獻給神明 由輸的隊親自動手 斬他們的頭 對當時的馬雅人來說 獻自己的命給神明 是至高無上的榮耀 所以是沒有人打架球的 除了主動憲制 還有被動 這裡有一個憲制之井 那些馬雅人會定期在一個軸裡面 選一個年輕貌美的女生 幫她洗澡換衣 再搏到全身藍色 帶上金銀珠寶 再減生扔到井上 因為那些手飾很重 所以這個女生就會慢慢沉落水底 但是諷刺的是 這個井同時都是他們飲用水源 所以考古學家也推斷 當時的馬雅民族人口減少 就是因為這裡的髒水 導致病菌散步 馬雅人意識到之後 就整個民族棄成走的路了 特癲 印度的太基寧 俗語說 結婚就是踏入愛情的墳墓 而這個印度的太基寧 就是一個完美愛情墳墓 因為這一座東西的背後 是有一段可歌可歌的愛情故事 話說17世紀初 有一個波斯貴族的女生 叫做巴奴 他聰明伶俐 仰靚聲調 就像Honey一樣 不是啊 Candy啊 對啦 他17歲那一年 有一次行屎集 他遇到一個風度偏偏 英俊瀟灑的印度王子 就像Jeffery一樣 不是這個 都不是這個 啊這個 小薯企的那個 他們一見鍾情 可惜巴奴的父親 將他許配了給一個阿富汗貴族 只能怪相逢恨晚 做物弄人 正當巴奴以為這輩子 都要在阿富汗度過的時候 他老公竟然被人暗殺 他唯有回娘家 眨眼就做了17年的寡婦 不過有緣千里能相回 有一次 他又參加市集 他又遇到一個風度偏偏 英俊瀟灑的王子 望震點 咦 原來就是當年那個王子 兩個人愛火重現 馬上閃婚 雖然巴奴是他第二十任的妻子 但是兩個人情比金堅 打風都打不甩 兩夫婦互相扶持 又互補長短又成這樣 夾到什麼 12年後 王子登基成為國王 而巴奴就被專稱為 武太基 馬哈 印度的傳統觀念認為 生得越多 就證明愛情越忠貞 17年來 他們兩個總共生了14個愛情結晶品 難怪印度那麼多人 不過 還以為可以白頭到老 就在他生完第14個兒子的時候 巴奴難產而死 當時 這個國王傷心欲絕 一夜白頭 他決定遵從他太太的遺願 幫他起一座舉世無雙的寧墓 再由他的封號來命名 這個國王的晚年 就是每天看著這座太基寧 屈屈而終 最後他自己也埋葬在這個寧墓裡面 太基寧巨癲的地方 不單止這個故事 還有他的建築特色 整個寧墓是長方形 佔地17萬平方公尺 裡面有潛艇 正門 花園 寧墓主體 以及兩座清真寺 每一部分都是完美對稱平衡 而作主體 是以全白的大理石建成 無論是建築結構 用色 材質 比例上 都配合得天衣無縫 自自然然 就散發出一種和諧的感覺 看來真的很舒服 難怪會成為世界奇觀 哇 狂瘟 約旦佩特拉古城 上集說到 在沙漠地區 有一個空中花園 鳥宇花香 不過可惜的是 都沒有東西證明到 它的實質是怎樣 以下來說的這個世界奇觀 就真是一個仍然存在的沙漠古城 佩特拉古城 這個城 是一個阿拉伯民族 納巴泰人建的 位於約旦南部 海拔1000米的高山峽谷之中 要進去 就要經過一條1.5公里長的峽谷 就這樣看好像沒什麼 當你進去 你就知道什麼叫瘋 城裡面 所有的建築 都是人手 在岩石峭壁裏作出來 一進去 就會看到這座廟 你看 徒手開山砍石 都可以做到這麼工整 這麼平滑 還有這些浮雕 都一樣做到很精細 試想一下 我們平時見的那些冰雕 都覺得考奪天功 更何況它現在整座城 這樣雕出來 都不知道要動用了多少出色的雕紋 才可以雕出來 這樣都沒有電 雕的時候 他們還考慮供水系統 除了有流向每個區域的供水通道 還有大大小小的儲水池 再利用山頭地勢改建通道 將雨水和泉水全部都引入市中心 解決了沙漠缺水的問題 所以這裡也曾經是一個繁榮的商業城市 無論是露天劇場 投宿的區域 還是花園都一應俱全 另外 因為這裡的岩石 被太陽一照 就會發出紅色的光幕 所以它也有一個朵 叫做玫瑰之城 阿寶甸啊 秘魯馬丘比丘 很多人的人生必去清單 都有馬爾代夫 不過快要被淹沒 想去就快點去 同樣都是必去清單 還有馬丘比丘 它在山上 沒那麼快被淹沒 可以慢慢去 馬丘比丘 是印加帝國 在15世紀建造 位於秘魯東南部的山脈 海拔2430米 是當時皇室度假的場所 可以住到300至1000人 裡面還有住宅和宗教區域 還可以在山坡上耕田 喂 是碎料來的 城高一點 有什麼這麼厲害 為什麼我們會放在壓軸殘呢 因為你想極都不能 不能夠想得明白 它怎麼起出來 剛才那些都說 鑽一下鑽一下 砌一下砌一下 給點心機 跟著的計劃都可以做出來 但是這個 大家研究一下 這裡的建築 就好像生出來就是這樣 在一塊這麼大的岩石 底下有間屋 還要連在一起 他們完全沒有用過任何的水泥 只是靠石塌塌陷地搭出來 而且石和石之間的縫隙 是精準到不夠一毫米 整座山城就是這樣建出來的 混然天城 這個就是天空之城 馬丘比丘 這個字的意思是解古老的山殿 真是殿 有很多人都懷疑 它是外星人造出來的 因為它的建築之謎 是沒有人解到的 首先這座高山上面 根本就不能夠有這麼多石給它起座城 石閒閒地 有幾百公斤 有些還用噸來計 難道要人手一塊一塊地在隔離山搬過來 第二 我就不相信它的石天生就是這麼合適 那時候又沒有這麼先進的切割技術和義氣 究竟它是怎樣加工石的呢 難道要逐塊找出來 就是俄羅斯方法 第三 它們竟然精準地張作成 站在兩個地殼板塊之間 當發生地震的時候 就可以減少震動 更加瘋的是 它們這些沒有張法的石牆 因為那些縫隙有空間讓它移動 所以就算震完 也可以回復原狀 所以這麼多年來都可以押納不倒 什麼 黑鬼 口吵 那些世界奇觀 阿輝的經歷 不如跟大家說一下 看了這麼多世界奇觀 我回想過往以前有沒有遇過 有一次是去巴塞隆拿旅行的 那我就真的覺得 親眼見過一個 Amazing的世界奇觀 我覺得是世界奇觀 聖家堂 Sagada Familia 建了這座野的人叫Gaudy 建了很久了 建了百多年去到死 到現在都還沒建好 去到這個教堂 它不是很一般的教堂 首先它那些長身的雕塑 你覺得它是好像戀泥 就是戀泥 就是泥 就這樣扔上去 淡淡淡淡的 但是又不是的 你看真一點 它是 插了一些型出來的 那個教堂你進去 幾乎沒有燈的 你是可以 看得清楚裡面 內隆的建築 因為它有很多 不同顏色的玻璃窗 它會因應 日頭和下午 陽光照進來 就會有不同的顏色 與眾不同就是 很複雜的線條 和一些曲線 是它所執著的一些設計的位置 順帶一提 就是 我又去了一個叫 Bunkers的一座山 其實那裡 就是可以上到 比較高的一個位置 然後你就可以一覽 巴塞的景色 是很難忘的 因為你可以看著太陽日落 然後那些樓很矮 你就會看到整個城市 加上那裡 就有很多 年輕的子女 所以巴塞是一個好地方 又不會下雨 很難得阿輝有一個很正經的經歷 不知道大家對於巴塞 剛才說的地方有什麼共鳴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下次再說說其他旅行經歷 好 今集完 支持我們的創作的話 記得留言 讚好 分享 以及訂閱我們 我們下集再見